作曲 欸就用 作词 演唱 Programm 作曲 林昕队 未来 incar约 未来 紧述风动不止 所踪 聚光散开 还随时间不停流逝 我的心才雕刻 我的爱太夙愿 我听到我的歌 没有剪奏后的另一章 想大声呼喊你 牢牢的抓住你 是不是会 又一次让故事延续 心一直为你痛 梦已经靠近你 我好想回到你心里 想大声呼喊你 牢牢的抓住你 是不是会 又一次让故事延续 心一直为你痛 梦已经靠近你 我好想回到你心里 我只怕再次断肠 我只怕再次断肠 天宇 天宇 你怎么了 你很厉害 天宇啊 我知道云香这件事 办得很不对 我和他娘也一直在劝他 你女儿贵为格格 怎么能轻易地嫁给别人呢 格格 天宇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呀 别装了 狗王爷 王爷 天宇你误会了 我 误会 我告诉你 我爹娘都是被你害死的 你现在还在骗我 说什么丫头吓人 你以为我是傻子 天宇 你听我解释 解释 你当初为什么不听我爹解释 就把他害死 我我我我什么 我告诉你 我娘死得更惨 你现在却好 还想住在我家里 想把女儿嫁给我 我告诉你 你做的这些好事 你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谁都不知道吗 老天的眼睛是雪亮的 现在 你欠我的 都要还给我 天宇你听我解释啊 你别说了 狗王爷 狗王爷 我告诉你 今天是改定还债的时候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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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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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伯父 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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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伯父 爹 老爷怎么了 老爷 爹 天宇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回来的时候 就看见伯父打在这里了 爹 爹 云香 你还愣着干吗 快去请大夫 去啊 爹你别急 我现在就去 老爷 老爷 把伯父抬进去吧 来 我爹怎么样了 恐怕是中风了 中风 那他以后怎么样 以后行动会不太方便 说话也会受影响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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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振作一点 没事的 没事 你爹会好起来的啊 娘 这只是开始 你们等着吧 我会把你们带给我们一家的痛苦 百倍千倍地讨回来 娘 娘 天羽今天来看你 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八爹孩子的狗王爷 终于让我找到了 天羽今天来看你 天羽从来都没有忘记娘的话 我有那个狗王爷 彼死更难受 我一定会 一定会 快 快 快 抓住他 我来喂你喝 我 喝呀 啊 啊 探长 您找我们有什么事啊 啊 你们来了 听说你们俩最近工作非常出色 东西街的治安是越来越好了 多谢探长 所以上面决定 把你们调到天津分局 为期一年 因为天津那里治安不是太好 所以希望你们去了以后 能够努力工作 在那里治理得像东西街一样 团长 真的要一年啊 本来上面说是三年 不过我了解你们的情况之后 好说歹说才改成了一年 好了 你们好好去干吧 啊 别多说了 做出成绩来 回来给你们升职 嗯 好了 回去准备吧 是 温大哥 嗯 我怎么觉得这事有蹊跷啊 什么蹊跷 我们东西街管得好好的 怎么会突然掉到天津去了 你敢把他的心事给奖了 是个男人心里都会有割的 会不会他利用植物之变 故意给你穿小鞋 把你哥哥哥拆散啊 唉 大宝 我觉得方大哥不是这样的人 你别这样想 再说我们也不应该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啊 好吧 但愿是我想多了 一年 嗯 去天津分渠 元ắ� 女校你别哭 你哭我心力更难受 好 可是 我们才刚在一起 为什么又要分开呢 好 女校 带着你爹娘跟我一起去吧 不可能的 爹现在病得这么重 如果再这么长途跋涉 他一定吃不消的 我又不能不在他身边照顾他 那怎么办啊 一年 春 夏 秋 冬 夏 真的要等好久啊 那我不去了 好不好 不行 你的事业才刚刚有了起色 我可不希望你 嬴形气短儿女清长 可是前世五百次的回眸 才换了今生一次的擦肩耳共 我真的很舍不得你 我们应该想得长远一点 我们以后还会有好几十个一年 好几十个幸福快乐的一年 温大哥 你到了天津以后 我会每天都给你写信 把我的思念寄给你 把我对你的爱寄给你 让你身在远方 也不会感到寂寞 一年以后 我还会在这儿 等你回来 我们永远不会分离 来啊 来啊 我们也要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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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来啊 今天大爷高兴啊 姐姐要 彭姐 姐 彭姐就回来了 彭姐 彭姐 怎么了这是 又怎么了 彭姐 抓住 抓住 放开我 放开我 看不出来 你这小脚跑得还挺快啊 大哥 再快些我两天 我过两天就把钱还上 等等等等 你这句话我听得够肚子了 给我上 走 开心哪 快走 别过来 快走啊 有什么话好好说 别拉拉扯扯的 你谁啊 你以为我愿意拉这个老太婆啊 你 娘 怎么回事啊 我 你 他欠我赌债不还 已经欠了一百两了 这么多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我替他还 年纪不大 口气倒不小 拿来 今天没有 那说什么废话 走 走 今天就算你把我娘打死了 她也没钱还啊 到时候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再给我五天时间 我会想办法 行 给你个面子 五天以后我过来拿钱 到时候还没钱还 别怪我不客气 走 好了 我们先进去吧 娘 我叫你别赌 别赌 你偏不听 现在这一百两银子 你叫我去哪儿弄啊 哎呀 娘也不想啊 你说前两天我手机挺好的 还赢了不少 可这两天怎么就 娘 你看看 我是开心哪 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 五天一百两 去偷还是去抢啊 花妈妈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别说花妈妈不帮你 给你这条路 我听说前面那条街上的小少喜 现在正要逃老婆 她可有些钱 只可惜呀 只可惜什么 她是个太监 什么 太监 娘 娘 娘 这 我 我 那我 我 你 你 你 冲红啊 冲红 等一等等一等啊 快点 冲红 来了来了 等一下等一下 快点冲红 进来吧 进来吧 冲红啊 这是小寿喜老爷 老爷 都看得人家不好意思了 太老了 我这是要娶老婆 不是娶老娘啊 你说什么呢你 你说什么呢你 我这胸是胸 腰是腰的 我哪儿老了 我哪儿老了 我还没嫌弃你是一个太监呢 你倒嫌弃请我来了 呸 哎呦 喂 你看她 娘 娘 你不要嫁给她 大不了 我明天就开始接客 花妈妈 你看我行吗 哎呦 开心呐 原来你生的这么标致 花妈妈竟然一直没看出来 放心吧 待会儿啊 我就把你的牌子给挂出去 你这头一回啊 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开心啊 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娘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开心 花妈妈 哎呦 我说开心呐 你的运气可真好 刚才小寿喜老爷跟我说 他喜欢的是你 要娶你过门 这聘礼啊 不成问题 你这个老色鬼啊 你不是个男人 还想娶我的女儿 哎 我 娘 你让我考虑一下 开心 大宝 啊 温大哥在吗 他不在啊 你找他有事吗 没什么 他不在我走了 哎哎哎 开心啊 来都来了 先喝杯茶嘛 啊 不用了 我不渴 哎 你 你好想脸色不好啊 是不是饿了 我就给您买点吃的吧 不用了 哎 别跟我客气 我晚上就回来 等我啊 喂 哎 这小子 嘿 怎么那么兴奋 啊 哎 开心啊 你有没有觉得 大宝那家伙有点喜欢你 不会吧 哎 怎么不会啊 怎么不会啊 大宝每次看到你的时候 都特别开心 我从来没有见过 他那么开心的样子 那是因为我叫开心啊 他见到我 是应该开心啊 哎呀 不是的 哎呀 你不要说了 他不会喜欢我 这个假小子的 况且我也一直 把他当做好兄弟啊 温大哥不在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我走了 哎 开心 哎 你来了 大师兄 开心有事找你呢 嗯 大书怪 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告诉我 没事了 我只是来告诉你 我要嫁人了 抱住 我 你怎么突然要嫁人哪 是个什么样的人家 你放心吧 大手怪 是个好人家 这嫁人可是一辈子的事情 你嫁人之前一定要想清楚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家 放心吧 大手怪 不用担心我的 谢谢你 从前对我的照顾 她很漂亮 你的眼光不错 祝你幸福 开心 开心 一书书倒霉 二书被发青霉 三书自送满汤 女儿 娘对不起你啊 娘 别这么说 你守我养我这么多年 女儿这么做是应该的 十条毁了你这一生啊 娘 女儿受点委屈 没关系 可你一定要答应我 我嫁过去之后 要快点还清赌债 我把多余的钱就攒起来 千万好熟失 以后千万千万别再赌了 娘知道 娘知道 娘要是再赌 就把这只手给砍下来 娘 娘 娘 你坐下 娘 娘 开心以后 不能再服侍娘了 让我再为娘 捉一次肺 开心哪 你平时溜那么快 现在成见也这么快啊 就是啊 那人到底是谁啊 起码也要让我们见一下 不能说价就价吧 温大哥 我想和这位姐姐 说说话 你们先出去一下 开心 你又不认识云香 你 哎呀 人家有话想说 你就出去一下嘛 娘 你也出去 啊 姐姐你坐 叫我云香就行了 谢谢啊 姐姐 什么时候跟温大哥成亲啊 等一切安定了再说吧 温大哥 他是个好人 他一定会真心真意地对你好 现在 能找到一个自己喜欢 又能永远疼自己的人 真的太难了 我知道 虽然温大哥 平时有点傻 你一看呢 就是冰雪聪明的人 你一定要好好提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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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他平时 开心 开心 我想 我还是叫梁蕴进来吧 我猜你有些话 要单独跟他讲 不不不 我 我 我没什么话要跟他说 我真是他心眼而灵 我真是他心眼而灵 为你们两个高兴 你以后 要好好照顾他 我会的 女将 开心跟你说什么了 没什么 我们送他出去吧 好的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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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开心 我的女儿 我爱心 她才不屈你呀 她 她才不屈你呀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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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心 凯兴啊 凯兴啊 娘对不起你啊 娘子 今儿啊 你可成了我的女人了 娘子啊 我的心肝 我的宝贝 我来了 宝贝 我来了 啊 你不喜欢这样 可是我喜欢呢 你别过来 你死女人 你竟敢打我 走开 哎呦 你个臭女人 我 看我今天我不 哎呦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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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血女人 我今天一定要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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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把门打开 快快 快把门打开 开心 开心啊 开心 开 开心 开心你在哪儿 开心 开心 好好找找 开心 开心 你在哪里啊 凯欣 凯欣 你在哪儿啊 凯欣 在那儿 凯欣 凯欣 凯欣是我 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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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娘把什么都告诉我们了 你为什么那么傻 你为什么要承认所有的事情啊 凯欣 不就是区区一百两吗 大马就是豁出命 以后帮你证来的 凯欣 你说句话行不行啊 温大哥 大宝 凯欣想拜托你们一件事 凯欣走了以后 你们能不能帮我照顾我娘 不能 我们不能答应你 凯欣 我要救你出去 我要跟你一起照顾你娘 你听到没有 温大哥 大宝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你们带我出去吗 你们带我出去 我会让你死呢 再见 我大哥 你不带我出去 你不带我出去 我住 我和大宝说你可不娘的 你不带我出去 探长 我想跟你说个事情 昨天因为谋杀罪 被抓进来的李开心 是我们的好朋友 据我们所知 他是误杀 不是谋杀 是啊 李开心 我知道 怎么了 探长 他是没冤枉的 大宝 弄案子是要讲证据的 他在新婚之夜 杀了自己丈夫 却没有证人 怎么弄 探长 你朋友那么多 一定有办法的 就算不能救他出来 先保住他的命啊 他杀的是自己的丈夫 这么严重的罪行 我帮不了 探长 他是我们的好朋友 上次为我们抓黄霸天 帮了很多忙 探长 如果能帮我们这个忙的话 让我们做什么都愿意 什么都愿意 办法倒是有一个 就看你们敢不敢啊 有什么办法啊 你快说 劫狱 我知道 作为探长 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 可是 你们认定你们的朋友 是被冤枉的 这是唯一能够 拖延时间的方法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待会儿我故意 把监狱的钥匙 落在那边 接下来该怎么做 就看你们自己了 探长 我们 探长 我们还是另想办法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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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大哥 探长说的办法 我们为什么不 大宝啊 这个办法太极端了 万一出什么岔子 后果不堪设想 可是 大宝 你别急 再想别的办法 怎么了 我问大哥 我肚子好疼啊 我想去茅房 有没有手指啊 没有啊 那你先去 我在这儿等你啊 不用了 我要去很长时间 你不用等我了 你先走吧 好 那我先走了 好好好 大长 我回去了啊 小心啊 大长 我想请您等一会儿 留一下钥匙 你想好了 好吧 谢谢探长 探长 您的大恩大德 大宝这一生也不会忘记的 开心 我来救你了 我来 这是好酒啊 大厉匙 该你请客了 行行行 吃吃 开心开心是我要大宝 开心开心快起来快起来 我来救你了 大宝你怎么来了 快走 走 走走走 你 温大公 别说那么多了马上走快点啊 团长不好了 怎么了 那个杀夫的犯人被劫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刚才 刚才一个狱警看见 是我们巡捕房大宝干的 是吗 这小子胆子不小啊 多加派人手 务必将他们捉拿归案 是 是 是时候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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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不好 连累了你们 大宝 你怎么那么鲁马 不考虑后果 大哥对不起 没跟你商量 咱们先回集山堂 避一避 拿点东西 然后马上把开心送出北京城 以免夜长懵懂 好 探长 好 出发 是 你怎么还在缝衣服啊 早点睡吧 没关系的 很快就能缝好了 大师兄不是马上要去天津了吗 这一去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我怕他身边没个换洗的衣服 哎 你这孩子 从小啊 就要把事藏在心里头 师父知道 你这心里啊 一直喜欢良语 你为什么就不跟他说呢 有时候 希望一个人不一定要说出来 只要他好就行了 其他的都不重要 再说 大师兄现在喜欢的人士格格 他们俩才是天生的一对 我又何苦纠缠在里面呢 走 大师兄 你们怎么板头大汗的 快坐坐坐坐去 师父 西雅 开心出了点事 我带他过来躲一下 马上就走 打扰你们了 师父 西雅 你们睡你们的 我们没事 开心 你一定饿了吧 这里没有什么吃的 温大哥 我们去挖点地瓜 给他烤着吃吧 好啊 不不不 我跟你们一块去 我害怕 好 那一起去吧 走 这 这是 开心 这里地瓜最好吃了 待会我烤给你啊 嗯 吃完就赶紧走啊 扶坐我吧 师父 那边那边 报告队长 我们已经把这里包围起来了 好 明天 进去搜 一定把他们找出来 去吧 是 全部给我进去 师父 西雅 是我害了你们 是我害了你们 温大哥不是你 是 是我 是我连累了大家 应该死的是我 你们都冷静一点好不好 其实整件事情 罪魁祸首应该是我 是我相信了那个混蛋 他利用我 不 确实因为那混蛋 不是他我们不会弄成这样 我真是瞎了眼之前 还那么为他买命 他实在是太阴险了 是 大不了一命给一命 我大哥 我大哥 班主和西雅死了 我们大家都难过 可现在应该想的是 下一步该怎么做 如果再被他抓回去 他们就白死了 嗯 不错 我们不能让他们白死 我们要马上离开这里 不 前面有个彩石场 应该会比较安全吧 嗯 可是一起走的话 目标太大了 这样 你应该开心先走 你们走吧 那你呢 我要回去找云香 你们走吧 小心一点 小心点儿文大哥 王队王队 career 哎 别塌塌塌塌了啊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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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叠 快快快想 vorher 今天的视频 看 mustn't they 看什么 他不知道 他是一回家 就是烧成了灰 也要把他们给我找出来 是 去吧 等等 令九 我怀疑他们已经逃跑了 令九 从今天起 全城发布通缉令 让他们插旨南飞 是 去吧 走 跟我进去 伯母 我回来了 天宇啊 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云霄 给天宇盛饭 不用了 伯母 我不饿 你们吃吧 伯母 伯母 您的伤好点了没有 还是浑身疼 天宇哥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我先回房了 你们先吃吧 好 好 天宇哥 你东西掉了 这 怎么会这样 没什么 温大哥 怎么成了同缉犯了 云霄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 可是 梁玉她 她干了什么 她一时糊涂 为了一个死刑犯去劫狱 现在下落不明 女儿啊 你看上的是什么人哪 竟然是一个杀人犯的同伙啊 温大哥 温大哥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不会的 知人知面不知心 难不成寻谱房会冤枉人哪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云霄 你别担心 梁玉是我的好兄弟 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查清楚的 还她一个清白 好吗 天宇 伯母知道你心好 可是也要有原则 如果她真的做了 还是要依法言办 你爹要好了我去拿来 你们慢慢聊啊 好 云霄 你知道她会去哪儿吗 天宇哥 温大哥的罪 重吗 是死罪 天宇哥 温大哥一定是被冤枉的 他不是这样的人 我求求你 一定要向你爸爸救救我他 我求求你了 起来再说 你不答应我救不起来 我求求你 这件事很棘手 我会尽力他们 起来帮我 别哭了 伯母 我来给伯父喂药吧 来伯父 喝药了 来 天宇啊 没烫着吧 没事没事没事 还是我来吧 没关系没关系 我来吧 没关系真的 伯父 这药您一定要喝 喝了病才会好吗 听话 来 喝药啊 伯父 喝吧 啊 来 来 再喝点 哪儿 你这是干什么 你现在该清醒了吧 文大哥是被冤枉的 天宇这么正直 他不会随便冤枉好人 除非文大哥亲口跟我说 否则 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我怕你还没见到他 他救 你不要诅咒他好不好 你不要诅咒他好不好 允香 你以前死脑筋也就罢了 你现在总不会还想 跟那个罪犯在一起吧 你看 天羽他事业有成 心眼又好 对你也是一片真心 放着这么好的男人你不要 你偏偏要和那个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 对 女儿是傻 你就让女儿傻到底吧 允香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自私 你爹现在这个样子 家里不能没有个男人 你要是跟天羽在一起 我们全家也好有个依靠啊 如果你要真跟那个 杀千刀的亡命天涯 你还让不着你爹活了 可是女儿的心只有一颗 只能容得下一个人 如果我违背了自己的感情 嫁给了一个不爱的人 对天羽哥也是一种伤害啊 爱是爱 过日子是过日子 娘没让你去爱天羽 只是让你跟她在一起 娘这下半辈子 就靠你了 娘 对不起 我做不到 允香 允香 你这个认死李的傻丫头 小姐 要买糖葫芦 我不要 小姐 买根糖葫芦 我说过我不要 你干嘛老跟着我呀 你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四年前在命運中交錯 碎碎年年之無盡 不願離開 不願放開 什麼在心裡的思念 早已經蔓延 不願離開 只願留在 此生都不被迷失 我對你的依賴 自然而已 無盡力開 又死了 成功 遯